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艘轻型的核潜艇是094C 那么这艘核潜艇据说的最大的下潜深度能够达到1700米 那么1700米是什么概念 世界纪录 那么目前全世界潜深最大的潜艇是哪艘呢 是俄罗斯的一艘核潜艇 它的潜深可以达到1200米 那么我们可以说大大的超过它了 潜深到了1700米 但是1700米这个信息属实吗 我更认为一个不属实 而且也没有必要 潜深1700米在作战的环境下应该说毫无意义 美国的核潜艇最大潜深大概也就在6万米左右 俄罗斯的一般的核潜艇它的潜深就说能达到1000米 这已经很不得了了 它目前创造的世界约录是1250米 这款潜艇的只有一艘 何况使用时间不长 它就出了问题了 最后报废了 那么我们搞一款潜深1700米的核动力潜艇 有什么战术价值吗 应该说没有 你潜深到六七百米 应该说大部分的反潜武器对它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你再往下潜没有太大的意义 何况这样的一个潜艇 你需要采取很多高科技手段来解决它的潜深问题 因为在那个深度下呢 潜艇的壳体会受到巨大的压力 那目前能够潜到几千米的海底 甚至上万米海底的潜航器 只有那些小型的专业的潜航器 那么它们不是用于打仗的 个头又比较小 因此呢能够满足射击要求 而且即使如此 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搞出这样的深潜器 那么弹道导弹 那核潜艇完全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深 何况制造成本技术难度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高 那么这还是其次 如果你真下功后可能会搞出这么一个没有用的 那么浅身的这个核潜艇 关键是呢 他们引用外国媒体的表述 说我们094C这款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所携带的潜射导弹威力非常大 而这款潜射导弹 型号我们过去没听说过 叫什么呢 叫巨浪4 那么巨浪4的威力到底如何 这篇文章引述所谓美国专家的分析 因为它的射程达到了一万五千公里到两万二千公里 这么一个区域 完全可以打遍全球 世界上有很多的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俄罗斯中国都自行研发出自己的远程洲际导弹导弹 巨浪4这款传说中的潜射弹道导弹 它的射程到底是多少 那么这篇文章呢 引述所谓美国专家的分析 认为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一万五千公里到两万二千公里 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一般的射程是多少 那目前世界上搞出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呢 屈齿可数美国俄罗斯中国 那么目前一般的洲际弹道导弹 射程在一万二千公里左右 那么也有人把这个门槛呢 往下移移到八千公里 那么射程达到八千公里的就成为洲际弹道导弹了 那么最远的洲际弹道短暂的射程 目前可以达到一万五千公里到一万六千公里 因此它讲的这个巨浪导弹的下限一万五千公里 这个应该说还是可信的 但是它说上限能达到两万二千公里 这个有点胡扯了 为什么那么讲呢 地球的周长是四万公里 如果你的射程是两万公里 基本上就可以在一个点上大变全球 没问题 那么你两万二千公里 明显的已经超出了需求 如果你再把射程加大一点 变成三万公里 四万公里 你不是打一圈又打回来了吗 因此一般而言 对大国来说 你导弹的布置位置是可以移动一两千公里的 因此开发一款射程超过一万二千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 包括潜射弹道导弹 这已经足够大变全球了 因此没有必要开发所谓的射程达到两万公里 甚至超过两万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 不但搞这么大的导弹 非常的浪费 成本很高 而且呢 也完全没有必要 因此对网上的一些传闻 我们在研读和分析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仔细的分析一下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是真是假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知识 那么对这些传言 你就不会随便的轻信了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 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